作词 坐这边 可以 这个贵一下 所以我要看哪一边 这边 这边 那边 看他 来 开始 要成为有钱的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努力赚钱 第二种方法就是努力省钱 那么我就是努力省钱的那一个 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专门教人家 如何去节省 例如很像 省水啊 省油啊 省电啊 这种都是 家常便饭来的 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我是一个卖 Nasi Lamar的 但是生意很不好啊 慢慢 每天都丢很多包 因为我送给人家吃 人家又讲我 Nasi Lamar不好吃 其实哦 我的心哦 是很痛啊 这样子浪费 所以哦 我立志哦 想要成为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客户呢 应该就是一个女人 他跑过来问我 哎 他家很吃电哦 要怎样让他比较省电一点 然后我就去他家看看哦 第一个我一定会教他们的肯定是冷气 冷气如果啊 一天啊 你晚上就开八个小时啊 那个电费大概是在一个六块钱左右 现在我教他一个新招 很简单的 就是 你开五分钟 然后你关掉 然后你开风扇开到最大 你给他 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可以那个房间 凉凉啊 一个小时 他就来质疑我 这样剩下的时间怎样 不剩很累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一个小时后呢 其实 你已经睡着了 你不会知道啊 就这样啊 我一年啊 就帮他写了两千多块 你知道两千多块可以做吗 可以吃三百六十万碗烫饼 你知道吗 陆陆续续这样啊 因为这个女人她就介绍更多客户给我咯 这样我的客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自己的话呢 我的方式很简单了 生活方面的东西绝对不可以马虎 一定要有隔掉 你看我后面这个墙壁啊 其实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 有没有像法国时尚地画大师 刻字画出来的一样 我知道有啊 你们不用讲 我知道了 我这个衣服呢 就是那个车大师那个阿花医帮我车的 因为我的衣服烂了嘛 有洞嘛 这样我就去拿布来补咯 因为你要知道咯 如果我补一个洞啊 我就省掉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75块 你知道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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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多少钱了吗 300块啊 50万碗烫饼了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呢 是那天 我在路上人家丢掉了 然后我就拿上来补一下 因为有个洞嘛 然后我还做成有口袋的设计 这个 这个是我小学老师 她女儿的衣 她已经很喜欢穿这个衣了 她已经很喜欢穿 我会有机嫌的 我封在这边 下雨啊 我要去冲凉了 我每天在冲凉呢 都不想要等到下雨 这样会比较省水 这样至于洗衣服要怎么办呢 洗衣服我都不可以用洗衣粉 因为洗衣粉很贵 我都用保护衣服来洗 这个洗衣服已经很干净了 没有问题 很好 很省 很棒 但是这样省你开心吗 我 我当然开心 你知道什么东西让我最开心吗 就是每个月的 Shoppy大抽销 在这个来临的10月10号 最低消费只需要10令吉 就可以有这个免费运送 不只是这样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 Big Brand Discount 而且所有的Shoppy用户 只需要玩游戏 就可以有机会 赢取Toyota Vios 可是太夸张了 在这次的10时 我会买了个云吞面放在家里 只要没有蒸发